既然STARNET已经快照没有机会了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答案很简单 我们可以去交互和STARNET同样性质的ZKC 介绍五个必须交互的项目吧 最后两个特别重要 有惊喜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圈的节目 我是CH 又又又多一个我们埋伏的大项目 宣布即将空头了 老朋友应该知道 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出了好几期的视频 带着大家去交互STARNET的生态 就在昨天官方正式发文表态 确实在规划空头的活动了 具体的规则还没有出 但已经快照了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结果就可以了 最近有很多钓鱼网站出现 提醒大家 目前STARNET的空头还没有办法领取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不得不说 STARNET的发币 我觉得和最近 横空出世的BRUX有关系 同样有空头的预期 但少了很多PUA的招数 所以吸引到大量的玩家进入 瞬间成为强有力的 layer度竞争者 用户只需要存款进入这条公链 越早存款 分数越多 空头越大 没有其他PUA的招数 所以给了很多其他没有发币的layer度 很大的压力 参与的话需要个邀请吗 我放在视频下方 不想错过机会的朋友们可以自取去参与 昨天的消息出炉之后 我不断在想 既然STARNET已经快照 没有机会了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答案很简单 我们可以去交互和STARNET 同样性质的JK信 介绍五个必须交互的项目吧 最后两个特别重要 有惊喜 既然STARNET受到了BRUX的压力 那JK信肯定也会有发币的压力 或许在不远的未来 JK信也会宣布空头 所以如果你渴望获得空头 记得提前来进行交互 如果你在今年年初 就和我们一起开设账号埋伏了 那绝对绝对要记得 保持钱包的活跃程度 不要辜负过去你曾经的努力 和第一次看TalkChannel 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的频道会探讨早期项目 热点世界 以及手把手带大家去埋伏 有潜力的空头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好啦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简单介绍JK信这条公链 虽然他们的生态不太好 曾经出过很多 卷款跑路的项目 但不得不说 这条公链采用 零知识证明的技术 这是资本市场的热点 也很有可能是 区块链技术下一个爆发点 所以他们的融资和估值 都相当之高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头 他们收到的融资金额 超过了2.5亿美金 大概率空头的价值不低 所以值得大家关注关注 如果大家要交互 这条公链的话 我们一定要选择 比较知名的项目 否则很有可能踩坑 这个生态的水有点深 我介绍五个 比较有意思的项目给大家 包括了跨链桥 交易所 借贷平台 衍生品市场 四大类别 五个项目当中 有四个项目还没有发币 所以如果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交互的话 可以实现一键双雕 埋伏两个空头的效果 第一个要介绍的项目是跨链桥 虽然现在ZK信 没有比较正式的官方跨链桥 他们说要去中心化 所以就没有了 但是你点开他们的跨链桥的网页当中 会发现到 他们列出了好几个不同的跨链桥 但其中有一个 他们官方特别推荐 这一个跨链桥叫做TS信 他们的团队也确实 跟ZK信的官方团队走得特别近 所以如果你有跨链需求 你想要把你的以太币 从以太坊组网跨链来到ZK信公链的话 可以尝试使用这一款跨链桥 当然这个跨链桥也还没有代币 有一些想象空间给大家 如果你的资产在其他的公链 你想要从其他的公链跨链来到ZK信 而不想用以太坊组网的话 这个TS信的跨链桥就不支持了 你只可以使用其他的第三方跨链桥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从交易所提币 来到ZK信的公链 现在的主流交易所 基本上都支持ZK信的充提币了 大家埋伏空头的门槛降低了很多 第二个要介绍的项目是交易所新爽 这家交易所是最早一批 在ZK信上面建设的协议 安全性上也算是经历了时间的检验 整体的锁仓量现在是全网最高的 所以流动性持续也相对而言比较大 如果你要在ZK信上面交互 你们一定会涉及到兑换代币 在流动性持续大一些的交易所当中兑换代币 滑点的损失会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要兑换代币 可以来到Sinswap的交易所 当然我也很建议大家来提供流动性 做一下LP 毕竟有很多的机器人或者鲁毛党 他们为了资金利用效率 会迅速交易两次之后呢 然后就提币走人 开新的钱包再交易两次 再去到下一个钱包就他希望能够开很多的钱包 拿到最多的空头 所以如果你想要和这些机器人区隔开来 建议大家去提供流动性 然后放个一两周再提走 这会比较像是一个真实用户的行为 第三个要介绍的项目呢 是Reactor Fusion 这是一个借贷平台 也是我们今天五个项目当中 唯一一个已经发币的项目 所以稍微有点可惜 但这个项目是ZK信生态当中 第一大的借贷协议 未来不确定哈 因为这个项目目前虽然是第一名 但是他的TVL也只有两百多万美金而已 如果之后有其他的项目崛起 要超越他 坦白讲不是特别难 但如果你要模拟真实用户的话 除了一般的交易代币 基础的DeFi借贷操作 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可以来到这个平台当中 去存款跟借款 走一轮 让自己的钱包地址 有借贷平台的一些交易记录 第四个要介绍的项目呢 是Satory 这个项目我在之前 某一期视频的末端也曾经提过 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重视这个项目 理由很简单 这个项目是明星机构的宠儿 前阵子的时候才获得 一千万美金的融资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之后发币的话 这个项目的估值大概率是上亿的 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空投 所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吧 既然你们要交互JK信的话 可以来到他们平台当中 他也支持JK信 你们可以来到这个平台 做一些简单的合约交易 方法很简单 把你们的USDC呢 存款来到他们的平台当中 就可以开启合约交易了 这一个项目呢 采用订单簿的模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 为他们提供流动性 他们已经和一些主流的 做事商合作了 所以你在交易当中的流动性 应该还算可以的 大家可以小资金去体验和埋伏 这个项目的空投 最后一个也是第五个要介绍的项目 是The Review 之所以把这个项目放在最后 是因为我蛮喜欢这个项目的 有一点舍不得分享 所以特地放在最后 也算是给愿意看视频道 现在的你们 一些可能的Alpha 这是一个合约交易所 他们是由Binance Lab孵化的项目 整体的机制呢 看起来虽然很像GMS 但我觉得有很多创新的部分 可玩性还算特别的强的 而且呢 他们还有稳定币的合约杠杆 之后如果有稳定币 短暂脱钩的事件 可以来到这个平台 做一些套利的交易 机制层面呢 我肯定来不及 在这期视频和各位分享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之后努力找个时间 写稿子录视频给大家讲解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当中留言 我看看有多少人感兴趣 交互这个项目的方法 很简单 有两种 第一种的方法 就是你去做合约交易 而第二种的方法 就是你来到这个N 然后选择这个Invest 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为他们平台当中 去提供流动性 相当于去铸造这个DLPM的 流动性代币 有点类似GLP的那种模式 你添加流动性之后呢 就可以分享到平台的利润 目前是10%的收益 你可以简单 投入一些些小资金 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们要投大资金的话 我劝各位等我出讲解视频 你们真的了解之后再动手 好啦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继续收到 一笔又一笔丰厚的空头回报 祝大家可以愉快地结束2023年 如果你们觉得 TalkChain的内容还不错 记得大力地帮我们分享出去 可以随时在推特当中 艾特我们的官方账号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